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今天各位的心情好吗 我的心情非常好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修到重新修起 那之前有看到一个影片 它是小孩子来演的 那就好像也是描写我们大人一样 这个小朋友呢 一上班到办公室去的时候 就被主管交到办公室去 然后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这个主管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 结果就叫他回家吃自己 那这个人心情也没有什么样的不好 表面脸上还是非常的愉快 然后就收拾了他的东西以后 就装在一个纸箱里面 就抱着纸箱就走到楼下来了 结果这个办公大楼 走到第一层楼的时候 不小心这个纸箱 破掉了 里面的东西全部散落一地了 然后这个人也没有回头望 就迈个脚步走出了这个办公大楼 那来到他要牵车子的地方 哇 一抬头 车子正好被调走了 因为拖掉车把它调起 违规停车 这时候如果是我们心情会怎么样 脸上一定肯定不好的表情 就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回到家的时候 掏掏他的钥匙 正准备开启他的大门 结果一个不小心钥匙口没有插好 结果钥匙掉到哪里去 掉到门缝下面去了 哇 他索性拍拍手 算了 没关系 然后又想到说 我既然不能进去我的房子里面 那不如就到庭院里面 因为庭院那边刚好有一个摇篮 然后他就躺到躺上那个摇篮 想要摇一摇 缩减一下心情 结果呢 这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喷水池的那个 喷水的那个动作又启动了 结果满身都是水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刚刚描述这样子 种种的情形的时候 你会不会发现到说 如果他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当事人 你会不会发现到 我们的好心情都不见了呢 可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想另外一个方式 也许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也许今天我们的情形 就是比较怎么样 集结在一起 所以遇到这么多这么多 不如我们自己记忆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成 像刚刚那个小朋友一样 他觉得说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那心到底在哪里 其实是关系在你自己的身上 那既然是心是关系在我们身上 每一件事情呢 当然就是由你自己的心来做决定 你今天想让自己过得很好 那你就是让自己心放轻松 如果呢 你一直把你的心情做得不太好 感觉有一点压力的时候 那你的心就没办法应付一天的生活 那我们说道的啊 道到底在哪里 其实就在我们的心对不对 我们说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心者呢 就是道之所在 那心就为天理 就是为良心 为道心 所以由这里可以知道说 道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自身 不需要去向外面去求取 对吗 所以呢 有一句话常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呢 只在耳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先佛告诉我们很清楚了 那心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开启智慧的那个地方 而不是我们心脏跳动的地方 所以儒家也讲一句话说 纯性养性 道家说修心练性 那佛家说明心见性 又说万法为心 由此可知呢 修道当然必须从哪里开始呢 从我们这一颗明明的心修起 对不对 那心到底修心有没有什么地方 很重要的地方呢 所以呢 仙佛也曾经告诉我们说 既然心修道要重新修起 表示修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修 修者就是修理也 把不好的去掉 保好的呢 保存起来 那么心呢 会变化多端对吗 所以啊 仙佛告诉我们说 要从污秽的心呢 来换清静的心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 信念不好的时候 都希望怎样 别人比我们不如意 对吗 偶尔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不好的心 产生出来 所以要怎样让我们的心呢 改变得更好 就是要慢慢地去修行 那就像污秽的心 换成比较干净 清静的心 将我像的心呢 换成一个公正的心 某一个人呢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 我们如果跟哪一个人比较好 那同事之间呢 比较好的 他如果要求你帮忙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怎样 乐意 那当我们呢 有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想怎样 给那个好朋友 对吗 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呢 跟一个朋友比较不好 或许有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想到他 不会 那就是我有我像的心了 一点都不公正了 所以仙佛说 要把我们我像的心呢 变成公正的心 那像 再来就是 将虚荣的心呢 换成道德心 有时候我们人的心啊 也会有虚荣心作祟啦 所以啊 往往会有做出很多 没有道德观念的事情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 那将人心呢 换成和平心 将迷糊的心呢 换成不苟的心 就是不偷懒啊 对不对 将懈怠的心呢 换成精进的心 我们人 往往喜欢怎样 安逸的生活 懈怠的生活 觉得喔 不去思考 不去精进喔 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的心怠慢下来 所以我们要将怠惰的心啊 懈怠的心啊 换成精进的心喔 将虚似的心呢 换成什么 换成诚实的心 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啊 总是会把力放在前头啊 有力的我们就跟他很好 没有力可图的呢 我们就会怎样 表面的敷衍人家 那就是叫做什么 虚伪应付 所以一点都没有诚心喔 没有诚实喔 那我们要把散乱的心 换成禅定的心 有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 生活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们的心呢 会散乱 没办法收心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啊 静下心来 审视自己的心喔 这样的心 禅定下来 才能够思考很多很多 未来的方向 将愚痴的心呢 换成智慧心 有时候因为我们太没有精进了 所以很多的行为呢 可能就没办法做得很好 那越不读书 越不精进啊 就不能显现出 我们智慧所在 所以呢 常常会犯下很多 愚痴的行为 所以说 仙佛告诉我们 修心这么重要 就是要让我们 平静我们的心 采换出 我们最有智慧的心出来 那尤其呢 最重要的是 将骄傲的心 转换成千功的心 我们说 卦里面有六十四卦 第六十四卦叫做千卦 千功有礼貌 有千功的心情呢 每一个人对你就会怎样 就会接受 就不会让人家产生说 一些骄傲 不喜欢的 所以修心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心 怎样的去改变它 怎样的去修到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心 那我们既然说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一个心 那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有一个小朋友五岁 他有一个弟弟生病了 所以那个弟弟每天都这样哭哭的 所以这一天他就到房间里面安慰着他的弟弟 那房间里面满是药味 那姐姐跟着弟弟 那天这边就要见了 很像这一天 那天就要了 有一天 我需要之前 抱着你 我的天我 我也想想看 我们一起去 互相 我们一起去 吼 我们下期 的 还 有点 是 老师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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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